美国共和党第三天 川普副手范斯 他正式接受了共和党提名 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他在演说当中 痛批拜登支持 北美自贸协议在内的贸易政策 同时也批评 拜登任内全球战火不断 让美国年轻人面临了战争的威胁 范斯当场跟台下互动非常热络 也多次受到全场起立鼓掌致意 那么在这一天 全代会也请出了多名 川普家族成员前来站台 而川普则是在稍早 进行全代会演说的走位彩排 场外方面 川普的相关商品也非常热卖 尤其是描绘枪极案的T恤 特别抢手 我站在这里很高兴 我非常感激烈 我实际上承认为 我公司承认为 你承认为美国国民主席 年仅39岁的 俄亥俄州参议员和前投资家 如今成了川普副手 范斯全代会演说 开头炮打拜登的贸易和外交政策 与台下互动热络 展现与川普相似的舞台魅力 过去的反川汉将 这一晚在全代会高喊党内团结 川普家族接力登台 温情公事柔中带纲 包括年仅17岁的川普孙女 很多人都把我父母进去的灭 和他还在那里 如果你要站起来 和对我们国家的未来 你必须再选择 我的父亲 Donald J.Trump 全代会第三天 主轴强打 让美国再次强大 庆出99岁二战老兵 川普同样在欢呼声中 进场就坐 不过稍早已经为全代会最后一天的演说 进行走位彩排 会场外周边商品持续热销 印有川普枪上罩的T恤 一件卖50美元约台币1600 这名川粉一次就入手八件 在川粉心中的英雄色彩难以抹去 也让拜登的连任之路 继续黯淡 张立德编译